我们不用忘心 这个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无明 就是不久 就是谜 这是忘心的根 在佛法里面讲 这是阿赖耶 从阿赖耶生起的烦恼 无量无边 生起的善念 有限 天秦菩萨造百发明门论 将善心索归拿 只有十一个 不善的心索 有二十六个 二十六个里面 有六个是根本烦恼 那换一句话说 中国老祖宗所说 人心本善 人心本善 本善有十六个 习心不善 习心有二十六个 正因为是这个原因 所以教育就非常重要了 教育没有别的 他的作用 他的作用 如何保持本善 发扬 广大 本善 发扬 广大了 不善的习心 自然就远离了 习心 群世虚微颠倒 这则佛法称之为 断火修善 佛法教育 教学 第一个目标 我们称它 普世的教育 就像现在所谓 过敏教育 每一个人必须要学习的 一切众生都要学 三规五界十三 普世教育 在中国把它开除为 我能五常四为八德 普世教育 中国人把它开为四国 佛法里面把它开成 设身 三规 中介 也说得很详细 直接修行 目的是要达到 若于清净智慧 清净心 清净心起作用 就生智慧 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 心不清净就生烦恼啊 还要达到 优优独播剧别人 都没有 昨天 天啊 消灭